我們在公共行政學系裡面有一堂課 就是在專門談科技與政府的一個合作 因為我上學期的時候 有當一堂叫做設計思考課的課程主教 之前自己有在學那個網頁前世語 我們在大三的時候 就會要出去一個田野調查 我原本就有在就是關注一些科技社群 跟黑客宗相關的活動 蠻喜歡關注一些公共的議題 然後剛好注意到這個見習機會 就是學生的經驗的工作環境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就是給自己的一個挑戰 就是同時也是累積一個經驗的方式 想來熱的時候就是其實是想看 能不能利用自己的一些就是微薄的技術能力 給這網站一點建議 還有一部分是因為想要來這邊認識各地的朋友 我覺得是一種心得體悟吧 來的人都蠻不一樣的 大家都來自台灣各地 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樣的狀況下 我覺得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就很可以就是從多方面去討論 每一位工作者都很很熱情 很活潑然後很自由很開放 心態是很很完全開放的 然後就是我們都是一切平等 那樣就是還蠻歡樂的相處方式 以前自己使用一些公部門的網站的時候 並沒有很認真的去觀察去檢討 說到底是哪個環節哪些地方有問題 就會發生 喔原來政府有做了那麼多事情 可以讓我們做到不只是 就是只是檢測這種網站 然後寫報告這樣 也可能還可以提出更多更深度的問題 有更多的討論 我覺得這個計畫真的很特別 他算是給了就像我這種青年這種人 就是一種機會一種方式 這一次的實習就是有點顛覆我 對於政府部門的印象 很開心能夠在 這兩個月能夠在這個地方 像這樣遠距工作的公部門實習 其實對像我們這種 並不是在台北面書的學生來講 這是很大的一個福音 一開始覺得還蠻有趣的 但是我覺得後面到做到最後 我是覺得變成一件還蠻有意義的事情 希望它可以持續下去 然後再繼續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繼續讓更多的年輕朋友 然後更不僵化 然後更彈性的模式來 去落實到整個政府的體制當中 繼續執行下去 可以把政府網站改善得更好 events不一樣 聊天 我們在哪一小時 我們走現在 стар在所burpl號 是推銷用 cottage 現在開車 Bund 指紋 是的 可以分析 傳單 昨開始